投资电影是个高风险的活 搞得好能一夜暴富 搞得不好能赔得爪干毛衣 连裤子都不剩 今儿跟大伙盘点一下 21世纪让投资人赔得血管无归的那些电影 第17名《失落的大陆》 上映时间是2009年 制作成本一个亿 票房6800万 亏损了6500万 按理说不应该只赔这么点钱 估计人家在票房之外还有别的收入 环球总裁曾因为这部影片公开道歉 说这部电影全是废话 投资这部影片是个巨大的错误 当时脑子肯定是抽风了 第16名《奥兹国》的陶勒西 上映时间为2014年 制作成本7500万 票房1800万 亏损了6600万 本片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众筹 当时制片方现实灾难 认为此片收益至少是7个亿 但残酷的现实 狠狠地给了制片方一个响亮的耳光 第15名《海神号》 上映时间为2006年 总投资1亿6000万 票房1亿8100万 亏损了7000万 这部翻拍子1972年的经典灾难片 《海神号》《预险记》的大制作 豆瓣平分6.7 要说口碑也不算差 当时上映的时候 都拿这部片子跟太太尼克号比较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赔那么多 第14名《冒牌天生2》 制作成本1亿7500万 票房1亿7300万 亏损了9000万 一部喜剧片投资这么大也确实不多见 故事跟前作比起来确实差了不少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赔钱亿元俱乐部 第13名《星际冒险王》 上映时间为2002年 总投资1亿美元 票房440万 亏损了一个亿 当年炙手可热的ID摸会这些年 确实没什么动静 想闲鱼翻身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12名《急速赛车手》 上映时间为2008年 制作成本1亿2000万 票房9400万 亏损了一个亿 此片算是大制作了 日本的《真田广之》和我国的女演员 于南都参演了这部影片 也算是群星灿烂了 但即便这样 也无法挽救一部故事空洞的电影 第11名《撒哈拉》 上映时间为2005年 制作成本1亿3000万 票房1亿1900万 亏损了1亿0500万 这部由马修麦康纳领先主演的冒险电影 似乎有像夺宝骑兵之应的意思 但稀赖的剧情毫无吸引力 最后是一败涂地 第10名《你怎么知道》 上映时间为2010年 制作成本1亿2000万 票房4800万 亏损了1亿0500万 一部爱情浪漫喜剧片 敢投资这部多钱也是没谁了 影片的导演布鲁克斯 曾凭借《母女情深》一篇 获得了第56届奥斯卡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和最佳影片三项大奖 这位大爷虽然这么牛 但索尼因为此片最终 还是终止了和他的合作 亏了一个多亿 谁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第九名《宾须》 上映时间为2016年 制作成本1个亿 票房9400万 亏损了1亿2000万 因为此片的巨亏 直接导致了拍狼盟 副主席摸人的辞职 这正应了那句话 投资电影风险多 老司机也有可能翻了车 第八名《编程英烈传》 上映时间为2004年 制作成本1亿07百万 票房2500万 亏损了1亿2000万 本片光外景地球战机 51亿亩 是北美地区最大 最昂贵的独立摄影基地 300人的建筑团队 花了8个月的时间 建成了阿拉莫要塞 服装团队制作了 4000套服装 700只枪 共发射了9万发子弹 最后把自己打的是 千疮百孔变体鳞张 第七名《辛巴达七海传奇》 上映时间为2003年 制作成本6000万 票房8000万 亏损了1亿2500万 影片的配音阵容超级强大 布拉德皮特 凯斯林泽塔雄斯 约瑟湖费因斯等 要说这个制作成本 不应该亏那么多 原因是这还没算上 巨额的营销费用 由于此片的巨亏 让梦工厂 彻底放弃了手绘动画的制作 第六名《火星需要妈妈》 上映时间为2011年 制作成本1亿5000万 票房3900万 亏损了1亿3000万 迪士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部被外媒评为 迪士尼旗下 最没有视觉诉求的影片 讲了一个空洞枯燥 且说教的故事 由于亏的太厉害 直接导致制作人大导演 罗伯特·泽米吉斯的工作室 关门大吉了 第五名《星际特工千兴之城》 上映时间为2017年 制作成本2.1亿美金 票房2.25亿 亏损了1亿3000万 这部由旅客被松 指导的大制作影片 砸进去的钱 换算成人民币约合14亿 按129分钟的片长来算 平均每一秒的画面 就烧掉了18万元 此片的后期 是制作过阿凡达 星球大战和权力的游戏的 三家顶级特效公司 影片共制作了 2734个特效场景 超过3000种外星生物 可以说是下了血管 据说阿凡达2 因为这部影片的档期 必须往后拖一年 才能进行后期制作 这部影片的演员 这种也非常强大 吴亦凡也加盟了这部影片 第四名《明日世界》 上映时间为2015年 制作成本1亿9千万 票房2亿09百万 亏损了1亿4千万 都没能挽救这部大乱片的 不得不说迪士尼 真的是有钱人性 第三名《亚扫王斗兽争霸》 上映时间为2017年 制作成本1.75亿 票房1.4亿 亏损了1亿5千万 据说现任美国财政部长 也往里面投钱了 影片由两杆大言枪的 导演盖里奇之后 这哥们就是玩结构的 对于线性叙事 根本就没什么兴趣 所以在这部影片中 情节依然是 多线索的平行和交汇 碎片化的空间 和非线性叙事的手法 让人眼花聊了 说白了就是看着飞劲 第二名《独行侠》 上映时间为2013年 制作成本2亿1千5百万 票房2亿6千万 亏损了1亿9千万 又是迪士尼啊 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真的看不懂 影片由加勒比海盗的导演 格尔·维宾斯基指导 约翰·尼德普领先主演 影片很荣幸的获得了 第34届金酸美奖的 最差影片 最差男主角 最差导演和最差剧本的提名 并获得了最差翻牌奖 可以说是实质名归 说起21世纪电影的《赔钱王》 一星战场绝对可以 屁尼天下唯我独尊的 这部于2012年上映的影片 制作成本高达2亿5千万 票房2亿8千4百万 赔了2个亿 还是迪士尼啊 不得不说这公司是真有钱 迪士尼从漫威那边挣了钱 都被这货给赔进去 而且直接导致 迪士尼制片厂主席 李奇罗斯引诱此时 独孤求败舍我欺谁 有钱任性赔钱任命 最后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投资电影要冷静 千万不能太中动 一不留神掉坑里 至少赔上半条命